每年为了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 金门县金湖夏庄的村民 就会在自家门口两侧擦国旗 连云环周围也挂满了国旗 出身夏庄的民众洪国立表示 希望由国旗来装点夏庄的庄头 希望能够唤起民众爱国情操 以及带来春庄热闹的气氛 擦国旗比较热闹 元旦 双十国庆都会来擦这些国旗 多少支 这个算起来应该是整百支有 喜欢的人说好看 不喜欢的人就觉得好 其实我觉得不会很热闹 感觉带热闹气氛这样子 夏庄民众表示洪国立在元旦国庆等节日 都会在夏庄擦国旗 增添热闹喜庆的气氛 希望陈号称是金门西门丁的夏庄 能够像过去一样的兴盛 我都插国旗 台湾那没有 我都法联的 台湾那没有 都没有这样 只有这样 你跟他插这样有水吗 好像不一样 我台湾不一样 夏庄村民洪国立表示 画满国旗代表年节的气氛 喜气洋洋 从除夕到元宵 插在夏庄的街上 希望能够唤起民众爱国 及带给村庄热闹的气氛 而今年额外增加了六十面的国旗 比去年更多了 每一年的过年 是代表我们的过年的气氛 喜气洋洋 这样大学 这样去年起来 穿一穿什么 年到起来 碰到黄级级级 看着有气氛 还比较劳烈 整个产级级级级级 我今年有多六十几的国旗 比一年更多 六十几 六十几也差不多 每一年每一年 大家很主意 比较劳烈 我都能够劳烈 比较劳烈 我们的国旗 中文美国国旗很漂亮 很紅 大家一个过年 紅紅紅 大家欢喜 过年 岛绍 就是说老兄 中文少年孩子 很欢喜 欢喜过年 全体就健康 基本上 现在夏庄附近 只剩下一些小单位 整个夏庄的居民 已经全部没有在 从事商业活动 几乎都是上班族 而一些老人家 可能就是做一些 永续就业 或者是在家里面 种一些菜 自给自足 整个商业活动 已经非常的少 社区民众 也慢慢的调试 生活的步伐与步调 将商家的店面 整理回收成为住宅用途 然后就会把这些人的家庭 就会变成为住宅用途